《福到你家》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给大家这一首是由太阳圣德导师 作词作曲的《爱长心田》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 主要带着大家来一同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著作的书籍 幸福跟着来咯 生命就在呼吸之间 苗铃舞就在一念之间 爱恨就在 无常之间 心心相连天地间 幸福绵延 总是有缘 苦思花成片 插了指尖 生生世世 浮绵延 回眸瞬间 就种个善恨 携手做好 每一天 爱长心田 在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福到你家的节目 我们都会带着大家一同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著作的书籍 而近期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 带着大家一同探索 幸福的泉源 还有品味 人生的好滋味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第一章节 亲密家人之间的关系了 那在今天开始 要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章 活出健康 在这本书集当中 是透过了学员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来分享内容 首先呢 二之一章是 真心面对 转变命运 学员提问说 导师 这个星期的新闻 有一位小孩得到了癌症 不过他十分乐观 后来还筹办了自己的丧礼 之后 癌症竟然意外地痊愈了 这是为什么呢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原因点可能有很多 但是每一个人的命都不一样 也许 这个小孩是真心地 看待每一件事 其正能量自然而然就涌现 能抵御病魔 而在接下来 跟大家持续分享二之二章 赌漏不二过 学员提问说 吃甜食容易产生酸性体质 如果常喝茶 对平衡酸性体质 是否有帮助呢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可喝茶或喝一点柠檬汁 来平衡体质 甜食的部分 果糖还没那么可怕 但是过多还是会产生酸性 如果是白糖或者是金糖 这种经过高科技处理产生的食物 进到身体里 就会立刻变成了强酸性 蜂蜜过量就不好 巧克力少吃 但黑巧克力就无妨 吃过量甜度高的食物 就如同打开抵抗力大门 让病菌入侵 酸性会让抵抗力立刻下降 要改变生活 调整命运 首要是改掉自己的坏习惯 因为一吃糖 就让抵抗力漏掉了 一赌博 就有可能把金钱漏掉了 一讲人是非 就把德给漏了 生活里有很多不同的习惯 从现在开始赌漏 有什么不好的习惯 就赌掉不而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是 幸福跟着来的第二支一章 真心面对转变命运 还有第二支二章 赌漏不二过 在节目当中 透过了太阳圣德导师的解答 来带着大家一同关心健康 而在之前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除了跟大家分享幸福 跟着来这本书籍之外 另外也跟大家谈到了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而这本书籍就是 在人生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爱与感恩 如何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成为了正面的力量呢 如果大家对于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籍有兴趣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播客上面来搜寻之前的节目 不过我们的福到你家除了会在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导读到的是太阳圣德导师所著作的书籍之外 另外也会邀请到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来跟大家分享学习的心得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来自美国的Amy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Amy你好 感恩导师 感恩所有今天聆听的朋友们 我是美国拉斯维加师的Amy 大家好 Amy其实在美国呢 持续在学习还有练习超马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很不简单 但是当时还记得是怎么样开始 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的吗 哦 是的 我接触到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在2011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机缘 有一个朋友的妈妈 送给我这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 那当时我正在和一群搞艺术的同学们 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 都是学习艺术的 我们很喜欢身心灵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在念英文的这些生心灵的书籍 那这是我们第一本被介绍呢 来读中文的心灵的书籍 那当我读到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书怎么这么棒 跟我以前读的书都不一样 那因为书中就有方法 那我就觉得很简单 我就可以立刻开始练习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后来我拿到这个书之后 2011年的应该是年尾的时候 我去过的第一次太阳神的导师的讲座 那个是一个健康的讲座 那后来那个内容呢 就变成我们现在超级健康密码这本书的内容 那像是Amy你觉得在学习超码前后 对于你自己来说改变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刚才有讲到我看到书中有方法 那那个时候我迫不及待的就赶快练习 一练习之后我发现 诶怎么有这个能量的提升 我就发现 诶一直以来从小我有一个脾气很坏的一个问题 那一直困扰着我我没有办法改变 那我发现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设定 认为这个书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但是呢在很快的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我开车会很生气 如果人家超车会很慢 我会生气 结果我就发现我就不生气了 然后我在千分之一秒呢 这个脑子里面竟然会有智慧跟自己对话 说Amy你还要像以前那样吗 还是要你要有一个崭新的人生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 我说诶这是怎么那么厉害 就是发现了自己的个性开始稳定下来 而且是有还蛮明显的一个转变 这其实是很意外的收获耶 是的是的 那当然脾气改变 那我也发现因为这个能量的提升呢 在很多时候看事情上面 就有缓和的余地 因为以前像一匹黑马一样 那个脾气就跳出来 那因为好像当能量足的时候 好像时间会慢下来 那这个脑子中的理智和智慧呢 就可以跟自己有很多的对话 那就会可以做更好的抉择 所以我发现当脾气改变的时候呢 渐渐的我们讲到地质规里面 讲到思想改变了 然后就会行为也会改变 然后习惯然后性格 渐渐的连命运都可以改变 没错 除了在自己的个性转变之外 另外应该也在家庭的关系上面 或在事业上面也得到了 还蛮不错的收获吧 是的 发现当我改变了之后 我周遭的这个人 他们都会主动跑来跟我说说 Amy你改变了 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他们会说 我几年前看到你 你没有那么的平静 可是你现在呢 这个态度 还有你以前这个傲慢的这个锐气呢 都没有了 年我的孩子 他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家庭聚会 那他回来之后 他还进来问我说 妈妈 为什么你跟你的姐妹们 都那么的不一样 因为他们对先生都好凶 我都会用骂的 他说 妈妈 你的讲话都是比较和气的 因为我选择了学习操嘛 那老师有教我们 要用弟子规的熏修 所以呢 就好像在洗心地一样 把心中的那些不好的喜气呢 渐渐把它洗淡 那所以整个人的这个个性呢 就改变 那当然周遭的人都会发觉 那讲到这个事业方面呢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算是 蛮生活平顺的人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让我比较担心的 就是我先生的事业 那因为他是ABC 他的个性也是比较这个大动作 那也是胆量很大 所以做生意的时候 当胆量大就比较敢花钱 那所以就会感觉到这个起伏 是让我比较不能够安心的 那在那几年在做生意 我也发现了 好像有很多应该要成的一些case 可是都是像是这个煮熟的鸭子 是不是叫鸭子 对 飞了对不对 就飞了 然后飞好多只这样子 我就会跟我先生说 你有没有觉得 这好像是一个 在重复的一个现象 可是我就发现 当人能量很低的时候 都没有察觉 这个生命中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就是在温水族青蛙这样子 后来呢 他有 我很久以前就介绍草毛给他 然后他不愿意接受 他说 我自己有一套这样子 那后来他因为在事业上 碰到一些瓶颈 那他觉得偷偷的 他说那我也来试试看 我记得太太送了我一本英文的草菌 太棒了 那所以他就尸体下的练习 练习之后呢 有看到结果 然后他才后来来偷偷的 就是悄悄的跑来跟我说说 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 我试了 他真的有效哦 太好了 因为他之前比较不好意思告诉我 那他就后来用了超马的方式呢 然后来在他的事业上下抉择 我就发现就比较有智慧的抉择 那有一些贵人 有一些契机呢 就渐渐的突破 那也我们在超马里面 我们也讲到要把这个爱出爱返 他自己成长了之后呢 千万不要吝啬 那我们也在这个很多的活动上面呢 也去分享 我也发现这个能量呢 就会因为能量的转动而提升的很快 那在2019年的时候 冬天有一个契机 我先生呢 就灵感要把他的事业转型到这个线上 那大家如果记得2020年的3月份 全球的疫情爆发 那对 他在那个之前 他把事业转向 结果疫情的来临 并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大家全球的人 都在家里面shopping 对呀 因为不能出去 没错 那我们就发现 是这个线上的这个生意呢 反而每个月就一直在成长 那他以前做生意的时候 还会要做很多的广告 行销方面 赚很多 可是吐出去的更多 也是 那因为这个转型 反而在网路上面的这个 费用也少 然后在家里面工作的费用也少 所以呢 反而真的是比以前更加的丰硕 那在2020年和2021年呢 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超码呢 把它跟更多的人分享 那也是在这个内工与外工上面的双运 我发现了这个能量的成长得更快 那我先生呢 在他的事业呢 我发现有一些以前都没有的现象 就是有一些很新的一些好的机会 跳出来 变成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选择 那以前呢 就是属于一个单向的事业的方向 那现在呢 又有贵人来找他做投资 然后呢 还有别的人来主动找他做生意 那我就觉得 哇 那以前呢 真的好像是要弄破头了 要想赚更多的钱 可是现在 因为有了更多的能量 好像很多事情就更加的自然 那更加的顺利 感恩的心就会 真的是越来越多 就发现了 真的是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不能用自己的小脑袋瓜呢 在生命中好像是要做一些 自认为的对的事情 其实呢 真的还是要跟着 这个导师教我们的脚步 天地的脚步 在生活中运行 哇 那个顺遂和丰硕的程度呢 影响到我们 我有这样子的很强烈的感受 总之呢 不管是在个人的个性的改变 家庭的一些关系 甚至是在事业上面的成长 其实呢 都是我们练习而来的收获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在今天访问的最后 是不是Amy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是的 我觉得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是我所接触过的各种的不同的心灵成长的学习 或者是宗教的接触呢 是缺一切实际的 是实际的可以看到结果 那我自己的感受还有在这个周遭的朋友 我们都感觉到好像以前的学习虚无缥缈 很像五年十年并没有太大的成长 可是在超马呢 老师教我们要如法实修 就是落实 要实际的穷者变 变者通 才会看到丰硕的成果 而且是实际的 这个老老实实的提升 真的是可以看到一关卡一关 每一项都提升 不管是家庭关系 健康或者是事业 真的是因为能量的提升 还有我们的智慧的提升呢 一起的整个package 一起不断的在得到更多的喜乐丰盛富有 那还有就是呢 我们天原文化在这个11月 亚洲时间13号14号 有大型的音乐饗宴活动 那这么多年来 我参加了导师不同的讲座活动 每一堂课呢 就好像是这个镀金一样 那我们都因为能量的不断的提升 而看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 都更加的幸福 那导师的音乐饗宴 我觉得是非常棒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比较不喜欢看书 也不喜欢听人家说大道理 可是呢 有一个东西是没有门槛的 就是音乐 因为只要我们有耳朵 我们就可以听到 那这个正能量的音乐 一进到我们的身心灵 真的就可以启动 转动以前转不动的一些生活境 所以很多人参加活动之后都会说 哇哦 怎么我的运势啦 怎么我的很多东西 逻辑打不开的 怎么都打开了 所以呢 鼓励呢 全球的好朋友们 真的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尝试看看 来参加这个这么盛大 这么棒的一个音乐饗宴活动 帮助我们得到更多的幸福美满 好的 这就是我的分享 那非常感恩今天主持人 给我这个机会 也最感谢我们的太阳深的导师 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收听 再次的谢谢Amy 在节目当中的精彩分享 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人 是透过了超码的系统 得到了人生的富足 还有感恩 也欢迎大家一同来了解 而紧接着来送给大家这一首音乐 同样也是由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注入彩虹 在音乐之后 就要将主持棒先交给笑语 邀请到太阳圣德导师 来跟大家谈谈本周的主题 婚姻的通论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问 你的彩虹花如千年万情中 奇妙感觉就让我渐渐回动 这份爱的礼物 我好感动 千年岁月等待 爱终于解脱 这就是爱 我懂 我送 我愿与天地相拥 彩虹蓝亮满意 终身手涌 红尘黄绿 蓝点字月满城综 彩虹鞋 几像中 诸如彩虹光 终身手涌 万石头 一大彩虹 恍如千年万景中 奇妙感觉 就让我渐渐回动 这烦爱的礼物 我好人懂 千年岁月等待 终于解脱 这就是爱 多多多 我送 我愿与天地相拥 彩虹蓝亮满意 终身手涌 红尘黄绿 蓝蓝自圆满城综 彩虹鞋 彩虹鞋 几像中 终如彩虹鞋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福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人生当中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议题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那么在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聊聊 有关于婚姻这件事情 虽然大家有时候都会说 婚姻不过就是一张纸 但是呢 其实如果 有身处在婚姻当中的人都知道 婚姻绝对不是只有一张纸 这么简单哦 在今天呢 我们也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上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小云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想呢 刚刚提到的那个回答 就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啊婚姻不过就是一张纸啊 所以有很多的 这个年轻的伴侣呢 他们就选择 一直同居 一直同居 我曾经听过一对情侣 他们同居了 大概有十年 结果 他们终于决定结婚 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所以大家就一直很好奇说 奇怪那婚姻 难道真的只是一张纸吗 导师 这个我问了就尴尬了 因为现在的四人 他们的想法 真的是不同人不同的角度切入啊 那你说刚刚你这个例子说 听到同居十年 对不对 对 那他们本来也就觉得 就是一张纸也没什么必要去申请 这个手续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相互的允诺 今生走到白头 所以他觉得随时会 怎么可能的发生 那就别申请了吧 那结果就真的 他在这个平常的日常中 等待着各种因素来成真 那就真的是一张纸的答案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也是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真的蛮奇妙的 刚刚我们讲的是 同居十年 然后结婚一年就离掉的嘛 那也有那种 艺人当中很有名的大S 大S跟他老公呢 汪小菲 只认识三个月就闪电结婚 那时候他们大家都觉得 他们的婚姻一定不会幸福 因为两个人认识不长久啊 等等等等的 结果没有想到呢 哇他们认识三个月结婚之后 已经爱情长跑 婚姻长跑十年 而且感情依旧非常好 所以 如果我们不要就讨论说 到底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到底这个婚姻在这个世间来说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倒是觉得 我现在讲啊 人生啊 就好像我们那个数学啊 学过四个相见 正正正复复 正复复 那只有在正正的时候呢 是往上飞的 对不对 它的角度是正向45度的 将往上飞的 对不对 它的一个像量来看 那其他的呢 你再好 好像都是反方向 要不然就是 都是妇妇的 这些 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这个途径 往那边发展 哪怕你当时看到 好像有 但是可能是正妇 或者是妇正 最后还是妇 还是 陪我夫人又责兵 那刚刚笑语就提到咯 说大一时他跟 另一半认识三个月 闪电结婚 对不对 对 所以这就 不能够 大家来做 可能性相同的 起跑点的比较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故事都不一样啊 那你说 如果照大一时的这看法的话 那闪电结婚就是好的咯 那很多人闪电结婚都不幸福啊 对啊 对不对 那 你说这个是 其中的一个 很少的例子 那也不见得 可能在人群中 用这个大数据去 去寻找 可能你会找到 也是谁面结婚 然后后面也是甜甜蜜蜜 恩爱一辈子的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们要去归根就底的去看 就说 今天结婚是男女双方的事情 大家保持着 一个什么样的视野 以及期待 来看这个未来几十年 今生 是不是要真的如同 在结婚时候祝福的这个白头偕老啊 勇于爱和啊 这种形容此而走 那往往现在的人 他的价值观 他的选项 以及这个红尘中 各种刺激的一个情境啊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因素 都会凑在一块的 令有时候当事者 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 他会 一下左下又 上上下下的 他拿不准 他有时候觉得婚姻很好 需要一个家 有一个家的时候 又觉得哎呀 太多的牵绊 为什么要这么样的被牵绊 我不能够去追寻我 那可能还没有找到刺激的生活 是不是 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选择的问题了 那选择的问题里面 就是跟个人的人生观 有没有想通 为什么要结婚 嗯 那刚刚提到说 这有些人 可能 大家都觉得很好 哇 男才女貌 但是结婚以后 并不是如大家所期待的 可能 没多久就 可能发布了一个 分开的消息 对 让大家觉得 不知道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想 经营吧 老一辈的这个 长者 说这婚姻要经营 嗯 但是我们反观现在的 这个 红尘中人啊 嗯 一对一对的 这个夫妻 真的在经营的 真的多吗 这个倒是蛮耐人寻味的问题 嗯 那什么叫经营呢 就是 当然好 双方都好的时候 你说经营很容易 对不对 对 像我所谓的经营 就是在 可能不是那么如人愿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的去看 这其中的一个 切入点角度 嗯 是不是能够 呃 在里面有什么样的 一个转换啊 嗯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啊 调整啊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嗯 嗯 就是 没有那么样的顺心啊 顺风顺水的时候 嗯 我们都还有一套机制 让我们不会离轨道太远 嗯 马上又能够回归正确的轨道 嗯 这样子 在现在的红尘来讲的话 除非是自知自明啊 嗯 其实有的时候就很难啊 嗯 因为 实在太多理由了 你现在 你说是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 其实可能要列出来 有一百道可能 一千道可能 这个 这是有没有出现的理由 嗯 如果是理由出现了 那可能就是问号咯 嗯 对还错 对 成还败 对不对 嗯 那没有遇到 当然没有遇到了 那遇到了就是考验了 那这个考验 跟个人的人生观 设定啊 人生中 他到底要追寻什么的 这一些 你们想清楚 我觉得是息息相关 嗯 有时候有些人他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走到了那个死胡同 他说他会 他也不愿意 嗯 但他却走到那个死胡同 对 然后不知不觉中 一步一步的进去了 嗯 所以这有时候倒是 蛮耐人寻味的 当然今天你在红尘中 比如说在台北车站 去访问 大家对婚姻的看法 对 一千个人 可能有一万种看法 因为每个人 他可能还有好多种 不同的看法 对 但是真的在自己的操作面 来看的时候 有的时候 就是这么样尴尬 他真的没有一个 可能原先已经设定好的 这个吞吐空间 很优渥的一个情况下 他怎么去吞吐 嗯 他没有把它设定好 真的这个 红尘洗礼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搭设 那可能就很轻易的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风气 就这个东西 可能就像有些人说就是一张纸 他就很轻易的就做可能性的学责 或者拿一天八年党连续去看的比较多 对不对 他可能也就是有那个模型 在他的内心深处里面的一个印子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可能做出的决定 都成为事实而在回想他后悔了 但是为什么在当时他把握呢 就跟他原先的 就我刚前面讲这些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尤其在现在21世纪的今天 这个红尘中啊有好多好多 嗯 也许老一辈的这个长者说 我们要好好去想通啊 对不对 或者是在宗教里面说要去参悟啊 对不对 但是这些工作 现在因为大家都忙 也都没时间去想 对 那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往死屋中钻的时候 有时候就出不来 那后面可能一连串的 这就是要真的是 如人饮水能暖自知耐人寻味 对的确是婚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自己身边有个朋友他也是 他本来已经抱持着 因为他曾经离过一次婚 所以他就说 他这辈子他绝对不会再嫁人 而且呢他也绝对不生小孩 结果讲完这句话 没有多久 可能隔了一两年之后 诶他结婚生小孩了 然后所以你不是本来不结婚 不生小孩吗 他都不知道诶 就是遇到这个人之后 诶就想法就改变了 所以的确里面有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因素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上面 就是一对情侣 他已经要论及婚嫁了 结果呢 这个女生就跟他的男闺蜜 出国去玩 而且两个人还住在同一间房间 那这个新郎 准新郎呢 就非常生气 就跟他说 好吧 你既然那么想要自由 那就放你真的自由好了 哇 这个女生呢 就跳脚 就说我没有要自由 我只是觉得 跟这个男闺蜜在一起 没有关系 我们不会真的怎么样 就是类似这样很多不同的议题 但是像刚刚导师有提到一个词 我觉得也蛮耐人寻味的 叫做印子 就是说 在我们心中 可能都会有某些想法 它会刻在心板上 然后呢 等到我们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印子 它就会跳出来 可能我们就会做出 某一些不同的决定 所以导师在我们这个 比方说婚姻当中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想法 或是观念的接触上面 我们要去胜选呢 所以那句话不是说吗 禁朱者赤 禁末者黑 如果你今天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 怎么样的一些环境 大家都视这个婚姻如珍宝 那也许你就不会那么随便 但如果 今天你身边的朋友都觉得 哎呀 没什么了不起 这些张纸 长多了 你可能的观念 就埋在内心深处里面 那等到人 遇到瓶颈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是很奇怪 没事的时候 它不会想太多 但是有事的时候呢 它就往坏的方面想 那想着想着 就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然后又加上 可能 这个印记在内心深处里面的一些 似是而非 不是很正确的观念 但是有起个化学作用 所以 有时候你要把它想着很清楚 还真的是 这个 事在人为 到底有没有真的 给自己一个期许 或者给一个机会 有的时候 人是盲目的 尤其刚刚笑语前面说 这人在离婚的时候 他说我从此不再嫁 也不再生小孩 对 但是为什么他后来又再嫁 又生小孩呢 因为爱情的力量 在当时他觉得是甜蜜 所以人是一种感情的动物 对啊 他这个后面是有可能被某种情 或者各种因素 来做一个 当时觉得应该要做某种的转变 但是毕竟呢 就是这个轨迹啊 就是生命里面原先设定 埋进去的一些轨迹 如果没有做调整 哪怕当时再甜蜜 总有一天他又回归到 他可能前面 这个婚姻的问题的 同样的一个尴尬 他可能又遇到 为什么呢 因为爱情的力量 这个东西兴起的时候 这个来电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腻了 在一起久了 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那如果没有一个智慧的 斟酌或拿捏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人会很彷徨 也会好像不知道 是这样下去 是不是一团迷茫 迷茫的在里面 搅和着 但自己又跳不出来 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他很痛 他明明知道这样 这样决定是不对的 不好的 但他又觉得 我不这样决定 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在没有各种 可能性的帮助之下 他可能就 就可能就真的错 错的这样子的一个 抉择吧 那后面 你说 比如说像刚夏宇说的 这位朋友 他如果第一次 第二次 到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没有信心了 或者是第三次的时候 他还没调整 可能又是 又是有一种情境 那这一生的 他很多的这种价值 或者是怎么样的人生观 他都会改变 那这样改变 对自己是好 坏事 这就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所以很多东西 这个话题讲起来 哎呀 这个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但是呢 我经常在讲的是什么 结果论 对 真正的幸福才是重要的 嗯 你讲了再多的大道理 就自己在操作的时候 没有幸福 那那些道理听了 或者是做了 有没有到位 或者是真的适合自己 还是那只是别人的故事 你把他的故事 拿来变成自己的一个情愫的发挥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假题 真做 嗯 那就很可惜了 很多 都很难说了 这种 因为一百种人 有各种可能的case 但是我想一个大前提 嗯 不能够 好 毕竟 就是说不管红尘怎么变 我们大前提 最好要想清楚的话 这样子 比较不会弄得人要马翻 好 搞了一辈子 后来才想 我这一生到底怎么回事呢 从年轻的这种 这种 恋情的 这种热烈的追寻 嗯 到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到可能五六十岁的这种 心疑死的这种 冰冷 嗯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这后面真的是会 影响一个人 甚至于影响到 整个社会都有可能 因为 如果这样子的 这个depress人多了 嗯 真的会影响到社会 平素 其实这也是一个 也可以说是社会的 要很注重的一个问题 嗯 对啊 你看以前 想想以前的人 相亲结婚 然后白头到老的很多 但是现在呢 明明就自由恋爱了 可是 没有办法白头到老的人 反而更多 诶 那慢慢他就变成一种 社会的风气 所以现在大家讲的 嗯 就是 婚姻就觉得 好像把他 就是轻松化 把他 看得比较 自由一点 那你跟过去的 这个看法就截然不同 所以刚刚导师说的 没错 就是这件事情 他一旦 基数多了 他就会变成一股风气 就影响到整个社会 乃至国家 好 那么 我们在这边先稍作休息 待会回来之后呢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刚我们既然讲说 这个婚姻其实是需要经营的 其实经营这两个字 也蛮有趣的 到底要怎么样经营呢 那么在这边 我们先来送上 一首由汤圣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爱长心田 再回到节目当中 总是有缘 苦涩或成片 插了指尖 生生世世 如绵延 回眸瞬间 就种各善愿 一首线 携手总好 每一天 爱长心田 不尽就在笑谈之间 就在笑谈之间 瞬间你竟总在转眼间 从你到我 从你到我 善解之间 相知相惜 幸福间 幸福绵延 总是有缘 苦涩或成天 插了指尖 身上世世 幸福绵延 回眸瞬间 就种各善愿 携手总好 每一天 爱长心田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回来 真生台北条平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福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跟探讨 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婚姻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哇 每次大家都觉得是 王子公主的结合 怎么他们发布了这个离婚声明 或是正在打离婚官司 所以往往都会有一片网友说 我相信的爱情破灭了 所以就知道说 这个婚姻的经营 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可是呢 我们常常在看童话故事的时候 结尾都只会到 从此以后 王子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从未有人告诉我们说 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好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婚姻怎么样来经营 在今天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盛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成立一个 就是婚姻顾问管理公司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好很多人在结婚之后 就是结完婚就这样 然后就觉得 那就是依旧在婚姻当中很做自己 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然后呢 好像回到家 很像是变成室友 很多听到很多这种结婚很多年的人 就是说 啊 我们回到家 很像是室友 各做各的事 可能一整天 一整个晚上都没有讲到半句话 所以 我们接下来讲这婚姻这件事情 其实刚刚导师有讲到一个词 叫做经营 那这个经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为什么会说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呢 既然我们讲这个 我们把它讲得务实一点 比如说刚刚 夏宇说 这个公主与王子的生活 大家都很看好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就不是公主也不是王子 为什么呢 公主与王子他有很多 在这个皇朝里面的逝者 但是我们就没有啊 对不对 我们结了婚以后 就是两个人在家里要打拼了 对不对 那没有逝者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 不像是电影里面讲的 吃饭的时候 可能还帮你拉个座位啊 像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对不对 就没有那种情愫了 没有那种情愫的时候 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会这样 你现在就换了一个人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什么什么什么就来了 对对 那往往这种 这种现实面 在这个大家没有一个心理准备和想清楚弄明白的这个之前 事情正在进行中的时候 人就会受伤 因为真实的生活就不是电影里面那样子吧 电影里面那样子的甜蜜 是热恋时候的甜蜜 对不对 对 那热恋的时候的甜蜜 有几个人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 每天都可以这么样子 好像配的特别好 是不是 出去还有司机帮你开车 是不是 对 那是这种事情嘛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小两口结了婚以后 这个没有小孩之前 可能还可以撑一下 对 一旦有了小孩以后 那个如果没有一些共事的话 可能后面很多就变质了 对 不管在哪一个层面 他在之前跟之后 他就有差异的时候 那很多现实的问题浮在台面 没有想清楚 然后一针锋相对的时候 然后这八年党连续一看多了 或是全妖故事的这个小说一看多的时候 就觉得 人家可以这么的幸福 我为什么命这么苦 跟你过得苦哈哈的 然后还要天天的 这个早上可能 六点钟起来坐早点了 什么什么的 他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那越想就觉得 越心 心中不 可能不甘吧 还是怎么样 对 很多的理由 所以就会产生化学变化 然后开始渐渐的累积 这些不好的氛围 对 那这就是一个负的能量的聚集 那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心中还不会有 多不高兴 或者说怎么样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调节或调整的话 这个东西就会产生了 它好像像一个厨蓄一样 它会存在那边 所以刚刚笑语说 这个九跟九就像室友 像室友还算垃圾哦 如果 今天是没完没了的 然后天天一大堆这个八奖连续上演 那就真的是 大家就在想了 那为什么要婚姻呢 对 因为人 他走这条路的时候 他不通了 他就会觉得 开始要否定之前的一个抉择嘛 那他在否定的过程中 可能越想越不是滋味 那可能就真的 很多的这些理由啊 答案啊 在包厂上面看到啊 各类人等说啊 就一张纸了 对 他觉得 我要否定 我要否定 因为我没有幸福 但是 没有经营 怎么会有幸福呢 比如说 这个太太 刚结婚的时候 哇 因为爱的先生 每天做好吃的佳肴 对 是不是 又看食谱啊 然后又看YouTube啊 上面哇 什么多的 天天进行经历的 那先生呢 结了婚 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就觉得 我就是一家之主的大男人了 你做是应该的 是不是 那太太呢 心中就不舒服了 那不舒服中 可能刚开始还可以 还可以 他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那就变直了 对 那这变直了之后呢 因为前面是因为 在有爱的情况下 才结为连理嘛 嗯 但是这个爱的氛围 渐渐淡了 那可能就不像原来前面的化学反应 对 那没有化学反应的时候 那就是背道而驰咯 不是往爱的方向浓一点 那就是反方向浓一点 嗯 所以这有时候就是 到底有没有想清楚 这中间它的一个化学变化的变化 那本来就不是每天都是在热恋中 那怎么样要去经营 经营是什么呢 经营是在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品项 我们有智慧的去把他可能性的加油与进步 随着自己的一个方式去把它促成 嗯 这叫经营 嗯 对不对 比如说 这太太做了这么可口的菜 那先生 你总是要给他两句鼓励 或者是觉得 哇真的 让他感受到先生这么样的重视 或者这么样的享受 嗯 那人家才 哦行 要不然那边在厨房站了两个小时 就 开饭咯 先生就觉得 哎你这个也要再多加一点啊 这个菜箱不要买 对不对 嗯 对 早久了 这个太太就心灰瘾了 对啊 那反过来咯 如果先生 他是很为这个家庭在打拼 是不是 那太太每天就是抱怨 啊你为什么天不带我出去玩呢 啊我人家都什么又郊游又登山的 嗯 我就天生命这么苦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先生就觉得说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说好要为这个家打拼吗 我这么这样打拼 你这样子抱怨 那我该怎么办呢 嗯 结果本来是好事 我找到先生 好像这个万念俱灰啊 嗯 没有一点斗志 就先生也不得志 嗯 那太太就天天抱怨 对 然后天天一团乱 嗯 所以你看哦 这 先生跟太太 两个人的结合 如果都没有一个在正确的共识点上的话 他会有很危险的各种组合 嗯 都会产生各种可能性的问题 嗯 对立 然后后面就是 看要怎么解决 嗯 那有些人真的没有那个性情 赔毒啊 对 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受苦呢 对不对 他就很阿扎 也说不完了 那不完了呢 就是跟现在很多的结果 啊 这世界 没有什么 只要自己愿意 没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的时候 就是就比较可惜啦 那如果一个整个社会的氛围 这叫流行 或者大家觉得怪不怪的时候 嗯 就有可能 这个所谓幸福跟不幸之间啊 就是一线之隔 嗯 所以这里面真的是很多要耐人寻味 真的要想通了 那你后面才会通 没有想通的时候 在每个阶段 你给自己的答案 可能都会有理由 但是这个理由 会不会support自己 后面得到真的幸福 就真的是耐人寻味 这样子 嗯 刚刚导师说 就是在这个境 就是说 有智慧的加油与进步 往正向发展去 因为呢 真的从生理上面来说 人的大脑 只有在前面两年 会分泌一种荷尔蒙 是你会 呃 喜欢上对面这个人 可是当这个荷尔蒙 消退之后 剩下就是意志力啊 哈哈 意志力在撑 好就是刚刚导师说的 很重要叫做经营啦 如果说 呃 像很多女性朋友 就会觉得说 诶 对啊 刚刚导师说 结完婚之后 这个男人怎么会 变了一个人 诶 这婚前百般温柔 呵护体贴 怎么在结完婚之后 这人就看不到我 这个人就眼中就没有我了 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朋友 心中很想问的 难道真的是男人的 这个生物 就是会让他们 在婚后之后 就变了一个人吗 其实这个是共识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 哦 夫妻双方的共识 以及他们 这个人生观 和这个 未来的目标 嗯 你比如说像刚刚笑语说 这男生怎么会这样 嗯 这结婚 好像跟前面不一样 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说 嗯 我经常发现 有些婚姻啊 他这个 走到尽头 人结婚没有几年 嗯 男生也很帅 女生也很美 都是别人 梦寐以求的标准 嗯 但是竟然在这对夫妻里面 大家觉得真的是 食而无味 嗯 那就很难人寻味咯 那当时 他们结婚的时候 也都是相互 感受良好嘛 嗯 所以才会 结婚在一起 好 那我可能就要讲这个 先生的部分 嗯 先生 看这个太太 原先是 貌美如花 对不对 嗯 但是因为每天看 每天看 每天看 就疲乏了 嗯 疲乏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 把精神层面 来提升的时候 尤其现在的红尘 你走到哪 看到哪 就算不出去走 在家里手机 也看了一大堆美女的图片 嗯 你的这个对这个另一半 有多好的条件 那个别人有更多更好的 那人有种错觉 嗯 就觉得说 我看到了 可能我就有机会 对 嗯 然后或者是我看到了 哎 他好像这个条件 比我现在的这个 这个这个枕变人还要好 对 就因为价值观的不同 所以他很容易就 有种假象 去否定他现在所有 嗯 因为不珍惜 嗯 所以就很容易 有错误的判别 嗯 但是 话说回来 如果他现在看到 有更好的 另外一位 嗯 就算他们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又是 一年半载 最多不超过三年 如果这个人的心智 一直没有成熟的话 嗯 他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嗯 那这样子对一个人的未来 是真的正确吗 但是在过程中 他会认为自己是非常正确 嗯 所以 经营就很重要 那以前古时候 这个地级连历 他会认为 双方就是要走白头偕老 所以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奉事 对 所以就没有在考量着 这个结婚婚后 其他的干扰 嗯 那个时候 古时候也没有很多干扰 因为 足不出户 或者是 这个接触外面的频繁度 没有那么多嘛 对 但现在的红产 接触的这个频率实在太高了 嗯 而且现在的3C产品 各项可能科技 在在都为你带来了可能性的假象 对 但这些假象 没有把持住的时候 就可能 它是昙花线的过去的 但是随着你没有把握住 你现在所现有的 就把现在所现有的给 打破掉了 嗯 那这样子就很危险了 嗯 那这个有时候人家就说 哎呀 算了啦 反正那是一张纸 那么多束缚 啊 我这个就是 哎呀 就是大家随性吧 什么的 这个后面 一波一波 如果人生 好 不同的洗礼 到后面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价值观都会改变 然后它各种设定都会改变 那真的会幸福吗 问好 嗯 嗯 那有些人说 那你看那谁谁谁 一直在换 换另外一半 对 你看他多幸福 嗯 呵呵 那这种人有多少的 问好 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好 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 这个 怎么样去解读现阶段 嗯 所以这有时候真的不能够 一个case说 说完了所有人的情况 嗯 但是重点还是 大前提不能 搞不清楚都不明白 所以这些东西 还是要大家想清楚都不明白的 嗯 所以讲到最后还是智慧的问题 嗯 好 我觉得其实呢 在听导师分享过程当中 我真的非常佩服 就是导师怎么有办法参悟的 那么透彻 所以我们说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只有透过不断的学习 正确的想法跟价值观的时候呢 才可以我们的人生带来比较正确 或是幸福的结果 那么在全世界各地呢 很多的朋友 很多学员 上千万的学员呢 都透过学习 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呢 让他们人生地图有了非常大翻转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学员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所以呢 如果想要一起来学习 希望让自己可以一直不断迈向 更加幸福的朋友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导师一直说 邀请大家来做实验 就实验看看 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真的对你的人生有所帮助 那么如果想要学习了解更多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那么这个是一本书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粉丝专页 以及官方网站 另外呢 在手机当中你也可以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这个APP 好 那么在官方网站跟手机APP当中 都会有客服人员 那因为在全世界各地 也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 这个圆满人生精英会就是读书会 我们会在精英会当中 一起来导读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或者是其他的作品 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一起来分享 跟彼此鼓励的一个读书会 精英会哦 那如果想参加的朋友 因为是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不同的举办时间跟地点 所以欢迎大家呢 可以透过官方网站 还有手机的APP 来询问客服人员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先把这个电话 抄起来 在上班时间可以拨打 直接来做询问 电话是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来做询问 好 所以在今天呢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婚姻的问题 也相信今天对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所帮助 也再次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那么在今天呢 也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夏宇 谢谢大家 再次的谢谢太阳圣德导师来跟大家提点本周的主题婚姻这件事情 其实在每个礼拜都有非常精彩不同主题的一些讨论 还有太阳圣德导师的提点 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每周的节目 而另外呢之前的节目欢迎大家也可以透过了podcast 在上面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就可以听到我们之前所谈论到的所有节目内容 而另外在每周六的晚上八点也欢迎大家在脸书Facebook 或者是在YouTube频道当中搜寻因为你音乐的音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网路上面每周的节目内容 会有短分享的时间 还有非常多好听又动人的音乐作品 欢迎大家在线上一起加入其中咯 而今天在节目最后 同样也是送给大家这一首 是由太阳圣德导师作词作曲的精彩无限 在音乐之后就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 我们下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104.1福到你家的节目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创造不朽 传言 幸福间 成就繁星点点 又随随 绵绵 即生就在心看见 善良不见 善良不见 心愿就将回忆意实现 在分秒间 犹如成神仙 风浮在心田 且通天的好事总是无间 无间 无间 人生起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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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 今生就在心看前善良不见 心愿就将为意义实现 在分秒前入场圣弦 风浮在心田 皆从天的好事总是不见 美满有万千万如诗篇 天里面快乐即出现 如花缤纷变天 细才总是线 天地间精彩无限 该能营造绝对是关键 美满有万千万如诗篇 天里面快乐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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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时线 诗篇 细彩终是弦 天地间 精彩如弦 感恩凝藏 绝对是关键 感恩凝藏 细彩细是弦 不得心得爱 天地间 精彩如弦 总是无净 总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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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地盆